音樂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這個單元我們要來講的是建構子 在上一支頭影片我們有介紹過如何將物件初始化 但是呢,它存在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我们必须把 这个物件里面的成员 把它设为public 那这样子就会失去了资料的隐藏性 那因此呢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 如何使用建构纸来初始化 建构纸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有的书上把它翻译为建构韩式 所以呢,建构纸跟建构韩式 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特殊的成员韩式 它的名称呢,必须与类别名称相同 而且不能有回传纸 它可以使用韩式多载 来建立多个建构纸 又或者是说多个建构韩式 通常我们会把建构韩式设为public 也就是公开的 我们来看一下建构韩式的语法格式 我们在类别里面 先建立建构韩式的圆形 然后在类别外面呢 我们先写上类别名称 然后加上两个冒号 这是一个范锁运算子 接下来就是建构韩式的名称 然后括号里面的参数 那在大括号里面呢 就写上我们的程式码 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建构韩式的名称 必须与类别的名称相同 建构韩式的呼叫流程 当我们建立新物件的时候 自动会呼叫建构韩式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类别 类别名称叫做car 我们现在框起来的这个部分 就是car类别里面的建构韩式 在这个建构韩式里面 我们输出的就是 这是car的建构韩式 这样的一个字样 注意下 建构韩式跟类别名称 它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在main function这个地方 我们先输出建立物件car 然后在下一行 我们使用类别car 然后建立一个物件小写的car 这时候呢 我们的程式码就到这边 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我们看到了 这一个的输出 它会输出这是car的建构韩式 这里说明的就是 当我们物件建立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去呼叫建构韩式了 资料成员初始化 我们可以利用建构韩式 作为资料成员的初始化 在上一支影片初始化物件里面 的资料成员 我们必须把它设为public 才能够在宣告物件的同时 然后同时初始化资料成员 但是这样子就失去了资料成员的隐藏性了 因此呢 我们来利用建构韩式作为资料成员的初始化 它的语法格式呢 如下 在建构韩式的名称里面 括号里面加上的就是参数 然后它有每个变数的资料形态 接下来就将这个变数1的指呢 指定给我们的资料成员1 然后变数2指定给资料成员2 以下以此类推 而且通常我们会将建构韩式 把它宣告于类别里面的public 也就是公开的 在这个建构韩式已经完成之后 我们要如何宣告物件初始化呢 我们在使用类别名称来建立物件的时候 在这个物件名称后面加上挖号 这时候将我们的value1以及value2 后面点点点代表N个N个值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值呢 传给我们的建构韩式 而且这些值呢 必须建构韩式的参数的资料形态必须相符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里使用了car这一个类别 然后它这个类别的建构韩式 就是有三个值 分别是ms、fu、distance 然后类别里面有三个资料成员 就是maxspeed、fuel、mile 那我们要分别把这个ms 还有fu以及distance 这些值呢 指定给我们的maxspeed 以及fuel、mile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地方initual value 我们使用car建立一个物件 car 这个car是小写的car 然后括号 后面有三个值 分别是200、100还有50 这就是我们的初始值 200呢就会给ms 然后100就会给fu 接下来50就会给distance 然后呢 在这里面的建构韩式 看到这三个值 看到这三个值就分别会指定给maxspeed、fuel、mile 就是我们的资料成员 我们来验证一下 是否有把这个值呢 给输入到maxspeed、fuel、mile这里面呢 因此我们在程式的倒数第二行 我们做一个cout maxspeed 然后使用了get maxspeed这样一个function 它的输出就输出了maxspeed等于200 那等于200就是证实了我们这里的值呢 的确是有给资料成员的 而另外一种状况呢 就是资料成员的预设值 我们也可以利用建构韩式作为资料成员的预设值 它的语法格式跟刚刚的书实话很类似 只不过在资料形态 然后变数1的后面 我们加上了等于 然后给它一个预设值 然后变数2呢 以此类推 也会给它一个预设值 至于里面的资料成员等于变数1 这样子语法其实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跟刚刚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在这里面 它的初始值呢 ms4等于100 然后fu等于50 distance等于30 然后我们在main function里面 我们建立一个card这样一个物件的时候 它会同时去呼叫建构韩式 可是这时候我们在card后面 并没有加上我们要的初始值 因此它就会使用预设值 然后作为maxSpeed的初始值 或者是叫做预设值 所以maxSpeed这样一个参数 它里面的值呢 就会等100 然后我们一样的 把这个maxSpeed的值呢 我们利用getmetaSpeed 这一个function把它输出 然后输出到画面 我们看到这个值呢 就是等于100 100呢 就是它的预设值了 以上 这个就是建构值的使用 我们下期见 接着给它们的评设题 我们下期见